各位朋友大家好 过了年1月 1月5日就是小寒 这个日子是一年最冷的 很多朋友这段时间真的冷得疼疼 今天介绍大家喝一个 可以驱寒保暖的羊肉汤 最适合小寒时节饮用 需要的是羊肉500克 淮山15克 北旗又是15克 羊肉10克 大棗4粒 竹蔗250克 这是新鲜的竹蔗 生姜4片 水10碗 羊肉的做法当然要洗净去飞水 北旗淮山这些药材比较硬 洗了还要浸浸 羊肉也是冲洗下就可以了 大棗比较硬 洗净水浸浸浸 用剪刀剪开 容易出味 竹蔗 如果你是鲜品 买得到的地方用鲜品最好 那就是250克 洗净它 就把它斩断 不要压长 因为它整支很长 然后再把它破开 薄一点 容易出味 如果在外国地方 买不到新鲜竹蔗 我们可以在超市买一些竹蔗毛根精的汤包 它是抽了水份干的 因为是干品 所以要先洗净 再浸开它 容易出味 但水要保留 所以加上这几样的材料 就 水滚 加进去煮 再滚 收小火煮两个小时就可以喝汤吃肉了 这个功效大家要知道 羊肉 冬天很保暖 所以有趋寒保暖功效 同时也可以 顾表 保气 滋阴 状药 所以这个汤 特别是适合 冬天饮用 否则你平时就会出汗 但是如果你是产后妇女 觉得唏嘘自寒这个情况 任何时候都可以食用 这个羊肉汤 这里是三至四人份量 很鲜微 最好如果你是这么怕冰的朋友 在这个小汗 这个1月5日至20日之间 两三日煮一次 就可以加强这个滋保效果 和可以驱寒保暖 北旗是性微温 美金 入皮肺经 是可以声揚益气 顾表止汗 而淮山是性平 美金 入皮肺神三经 所以它的功能可以保肺养胃 护神 摄精 生尊益肺 圆育和大祖时时都会融在煲汤里 它可以滋润益气 而羊肉的功能是益气補虚 因为羊肉的味比较浓烈 所以人们怕酥的 就加生姜和竹蔗 去掉它的酥味之余 还有清甜的味道 这个是冬天的时候 俱寒保暖之余的佳品 如果喜欢吃羊肉的朋友 这个汤值得煲来喝下 多谢你们收听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